七继光去世了 三个月以前 七继光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在狱前 一位监察御史建议启用这位被罢免的将领 这一建议使皇帝深感不悦 建议者被罚奉三月 以事保诚 本朝最有才能的将领 其被罢官三年以后仍不能见谅于万例 原因权在于他和张居正的关系过于密切 公元1555年 七继光调赴浙江之时 东南沿海已经饱受倭寇蹂躏 面对这种局面 他组织起一支号令严明的军队 从1559年开始 这支部队曾屡次攻坚 解围 迎战 追击 而从未在战斗中被倭寇击 七继光的功成名岁 在16世纪中叶的明朝可以算是特殊的例外 他之所以能够一帆风顺 固然是由于自身的卓越才能 但是得到一位有利者的支持 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 这个人就是张居正 公元1568年 七继光北调济州 而张江陵在七继光北调前几个月 才出任内阁大学士 然后还要经过一番周折 才成了本朝第一位大政治家 然而他在入阁之初就有重整军备的雄心 济州是最能吸引他注意力的一个军区 七继光上任不久 就发觉他自己只要专心军备 而不必参与政治 因为凡是应当安排的事 都已经由大学士安排妥贴 如果事情连他都无法安排 当然也不必多费口舌 张居正对七继光极度信任 企图赋予他整个军区统筹全局的权力 想要设立总理济州军务的官衔 以和其他个军区的总兵相区别 这一官衔在本朝史无前例 各种议论就分支塌来 不得已而作罢 这一计划不能实现 张居正找出了另一种办法 及把军州境内的其他高级将领调往别阵 以免七继光遇到撤肘 事实上 凡是故意和七继光为难的文官 也都被张居正不动声色地陆续签掉 七继光开始训练 就接受了优厚的财政阶级 以购买军马 制造火器和战车 这种和其他军阵的不平等待遇 惹来了大量的反感 张居正了然这些情况 在他写给七继光的私人信件中 再三叮咛他 千功退让 不要鞠躬自傲 公元1578年 张居正回江陵藏府 他生怕这段期的离职 引起七继光的不安 所以特地私下告诉七继光 接任继辽总督的将领是梁梦龙 信上说 孤知此行 甚非或矣 到家是晚 即兴夜赴雀矣 既是以托之名全功 量不相赴 七继光任继州总兵前后15年之久 等于他前任十人任气的总和 和七继光同时代的武人 没有人能够建立如此辉煌的工业 但是七继光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 坠入了寂寞和凄凉 张居正死后七个月 他被调任为广东总兵 再过一年 清算张居正的运动达到最高潮 七继光的精神更加消沉郁闷 于是惩寝退休 七继光的晚年 一贫如洗 郁郁而终 英雄末路 使当时和后世的同情者 无不扼腕叹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